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我知道 你如果同样的事情再出现一次 你身体就会分裂了 昊林闻言一顿 用脚尖踩了踩陈树的脚尖 玩笑的语气道 你好读 没你读 陈树可没忘了 他们内部显拔暗夜长时 昊林对付他的阴招呢 差点害得他去找阎王爷报道 昊林见他环板着一张脸 错过来用肩膀撞了撞陈树的肩膀 还生气呢 我不说了吗 那次真不是故意的 纯粹手滑 没耍阴招 陈树这才慢慢转过脸去 用一种比仪的眼神看着昊林 脸上写满了你看我姓妈的表情 觉得比仪够了 陈树才上了车 扬沉而去 完全不管还留在原地没车的昊林 和一个已经昏迷的讨厌的人 昊林被比仪傻了 只等陈树的车子都已经跑出去好远了 只看得见一点车尾的时候 才反应过来 大喊了一句 哎 你们都走了 我怎么办 没人回应 昊林只好在心里 暗骂了陈树一句 然后默默地掏出手机 来拨打了一百二十 准备一货蹭一百二十车回市区 这边的魏无羡 到了公司 就马不停蹄地叫了金自轩 和江城到会议室商量时期 金自轩和江城一进门 就被一股浓浓的烟味 给迅的皱起了眉头 抬眸 看见魏无羡面对着他们 食指与中指剪加着根烟 见他们进来后 特意深深地吸了一口 江城嫌弃地瞅他一眼 你这是抽了多少 会这么重 魏无羡随口答 没多少 金自轩拉开会议桌的椅子坐下 眼睛瞟了眼桌上的烟灰缸 大概得有几十个烟头 怪不得屋子里烟味这么重 你这是抽完的 还是烧完的啊 金自轩知道 魏无羡有心情不好就点烟的习惯 但他只是点烟 常常一根烟抽不了两口就被自燃完了 你管我呢 魏无羡邪灭了他一眼 把嘴里的烟雾吐在了江城脸上 江城被呛得咳嗽了几声 等停下来的时候 拳头已经扬起来了 魏无羡爱了一声 拿起桌上的文件夹挡在自己脸上 倩倩的道 我是你老板 欺负人还威胁得明明白白的 是真的狠狗啊 江城咬着牙齿 恨不得把这喜欢欺负人的家伙给嚼碎 可同时 跟魏无羡这么多年朋友了 他深知 魏无羡只要心情不好了 出现又欺负人的样子时 那一定是心情很不好的时候 便也不跟他计较 只是端起桌上的水猛灌了几口 来缓解被魏无羡喷在脸上的烟味 说是吧 人也欺负了 也不能太过分 魏无羡便把手里的文件 给金字轩和江城各拿了一份 顺手把手里快要烧完的烟恩戏 扔进烟灰缸里 金字轩快速瞟了一眼文件 是他们那个项目的规划案 项目已经被命名了名称 叫反列 金字轩一看这个名字 就知道了魏无羡的意思 忍不住笑道 你应该直接叫别偷 魏无羡整个人 懒散地靠在总裁仪里 不满地瞟了金字轩一眼 反列是主动去猎物 别偷是警告人别惦记 这能一样吗 的确哈 看在魏无羡今天心情不好的份上 金字轩附和了一句 问道 那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魏无羡下巴向江城抬了抬 意思是这个名字他认不认同 江城为了避免挨欺负 勉强同意了 魏无羡这才道 先正常上班 你们就去兜大 跟那帮教授一起研究 时不时回来一趟 把发展进度稍微透露一下 慢慢钓鱼 江城一边翻着手里的策划书 一边道 你又想到了什么搜主义去损人家 怎么能叫损呢 魏无羡从总裁仪里直起身子来 我最多叫以牙还牙 展望干派人来盗取旺信的研究数据 就要承担相应的后果 说这话的时候 魏无羡似乎已经看到了 展望出丑的那天 嘴角露出一抹阴异的邪笑 就聊到这儿吧 魏无羡站起来 整了整衣绿 你们近段时间都可以不到公司报到 直接去兜大就行 边说边抬舍看了眼时间 临近五点可以去接兰忘机放学了 走了啊 魏无羡道 不说了 你们也早点走吧 一货晚高峰 金子轩按了一声 突然想起来魏无羡心情不好 便拽了他一下 晚高峰就晚高峰呗 我知道附近有一家酒店 新开的可以吃饭喝酒 泡脚桑拿一条龙服务的 还怕魏无羡拒绝似的继续倒 他们那还设有私人演唱会 据说 演唱会来的都是些十八线的男明星 大多是贝 去不去 滚独子吧 魏无羡前脚刚踏出去 就接到了蓝忘机的电话 说临时有事 今晚不回家 就住学校了 魏无羡想了想 蓝湛不回家 他还因为林幼和那个跳楼的少年 而心情郁闷 一个人回去了也没什么意思 去就去吧 吃完饭 再去桑拿放松一下 并又折了回来 伸手一拍金子仙的肩膀 当然去 走 你请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